虽然新冠肺炎在全球流行,但是台湾不仅抗疫有成,还帮助其他国家地区,而其中AI人工智慧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功能。 科技部因此补助中国医药大学继附设医院,台大人工智慧与机器人研究中心,跟全福健康照护子中心,2020年6月20日在中医大举办第二场全方位AI防疫线上论坛。 中国医药大学继医疗体系董事长蔡长海博士在支持时表示,台湾有世界一流的医疗水准跟现代科技,通过大家的合作,建立创新完整的生态链,未来一定能够进军国际,在世界上发光发亮。 这次的论坛,我想只要是讨论新冠肺炎防疫的准备工作,那怎么利用AI来帮助,那我们知道美国AI是未来百年会改变医疗的生态, 特别是它在医疗教育,还有医疗研究,还有医疗管理,还有产业化,它的产值到2026是有454亿美元的产业。 前副总统,也是国际知名的肺炎研究学者陈建仁,也上台分享AI在台湾防治新冠肺炎的应用。 科技部常务次长谢达斌,已上台就肯定论坛的功能跟成果。 中研院院士,也是中国医药大学校长的洪明奇博士,更是以抗冠抗癌皆精准,后疫情时期为主题, 希望运用AI人工智慧,帮助台湾超前部署,抵抗未来其他流行病的疫情。 在台湾你在讲后疫情时代,可是你在看世界,美国、欧洲,即使中国大陆都一样, 东南亚还是有很多病情,所以这一次这个疫情,这个Symposium是相当有益, 因为我们不要像17年前的SARS说,SARS来了,突然间就没有了, 这个武汉冠状病毒一定还会继续,所以我们对这方面的努力还要继续。 在论坛当中,针对公卫政策、医疗照护、数位科技、检测开发应用等方面进行讨论跟建议, 希望为台湾防疫、医疗、健康照护等相关领域带来更多、更好、更新的价值, 也为台湾建立一个创新完整的医疗卫生AI生态链。 记者陈文旭、小友金台中报导。 我记者陈文旭,笨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